你见过如此戏剧性的比赛吗 开局不到十秒 各国顶尖选手就将金牌拱手向让给了中国 而这前所未有的一幕 也让现场的解释员连连尖叫 比赛结束后 中国队的教练更是激动的哭了起来 这一幕发生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 短道速华女子500米的决赛现场 为中国出战的就是来自吉林的姑娘李坚柔 本已替补出场的她 通过重重比赛终于闯进了决赛 即使她以出色的成绩进入了决赛 但还是有很多人并不看好她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 却让她得到了上天的眷恋 成为了天选真理 由于李坚柔是最后一位闯进决赛的选手 所以就被分到了最不利的外道 而又因为韩国选手的抢跑 让本已有着巨大压力的她更加紧张 不得不让我们怀疑 韩国选手这是有意还是故意的呢 这时四位选手重新回到起跑线 大战一触即发 希望韩国选手不要再那么无耻 比赛开始后 韩国选手凭借内道的优势 迅速抢占了第一的位置 而李坚柔处于莫国 但好景不长